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叫 XI 我是达尔桑,182的毕业生 然后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现在的网上毕业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最终项目我选的是Splash Art 然后Splash Art我们老师给的是自由发挥 就是我们可以画我们想画的任何东西 然后我们需要Purpose Idea给老师看 如果他觉得是可行的话 他就会让我们继续发展我们的画 到最后的完成品 所以给我的画 我想要把我自己的故事呈现出来 所以我的第一副作品是The Craze Virtual 然后他一开始在把这个idea给老师的时候 我们是需要想就是你可以想几幅场景 然后它就出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觉得这样子或许是一个很有趣的画面 所以我就把它画出来 然后Purpose给我的老师 然后他觉得可行 他就让我继续画下去 然后这个故事里面 这两幅图是有连接性的 然后我想要呈现就是 它都是讲讲应该是一半 有点像阴阳这样子 就有点像好人 在Body Hunt Trust那一副里面 他是拿着主权的 然后比较弱势的那一方是那个怪兽 可是如果你再看回这一张 The Craze Virtual的话 那个疯狂的屠夫 他是拿着主权的 然后人类反而是在弱势的那一方 就是一个应该是我要表达一个平和吧 这都是有好跟坏的一面 读了Dazain 到我毕业了 然后我发现到有一个这样 我在读的时候我有有的疑惑 然后可是我毕业了 我就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我在读的时候 因为我读的是插画 然后插画这三年里面 Dazain给的是 它会让我们学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就是很多 好像比如说插画油画 还是水彩画 全部的很多新的课程 还是拍照 摄影披图那些 然后 当时我就会觉得 因为我想要插插画 为什么不要一整年 就是直接 就是往插画一直去吧 而是要好像拿这些时间 去画别的东西 学别的东西 可是我毕业了过后我发现 其实这样子 反而会让你有更多的出路 就是你在做你的portfolio 好像你的毕业作品的时候 你可以把你以前的那些作品放进去 而不是只是单单一些 一样的作品而已 就是你可以更好去呈现你自己 在这三年里面我觉得最难忘的 反而是在打工的时候 就是我在学校 初好学习啊 我也是去参与 额外的 有点像课外活动这样子 就 学校也是很乐意 给我们的学生去参与啊 好像 一些part time job 像education fair 还是那些 就我很积极地去参与 就可以去 放松一下我自己 也是可以去学新的知识哦 去看更多新的东西 也是有额外赚一些小收入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是我觉得最难忘的时候啊 还有就是认识了学校的marketing staff 然后还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stuff 就是他们都很friendly啊很好 就是也给了很多意见 很多很好的advice啊 所以我认为这是我觉得最难忘的时候 毕业了后我想要往物一样的方向去发展 可能很多人觉得奇怪 你这样读插画 你不是应该要往插画那里发展 我是觉得 因为我学 在插画 这样在这三年的课程里面 我学了拍照 还有修图那些 我发现可能我对那些会比较更有兴趣一点 好像那些光和影 还有颜色那些 桥啊 这样调色 所以 我毕业后我想要往 一的是摄影 或是 advice那里发展 OK 谢谢大家看我的video 如果你想要了解我更多作品 给去我的Instagram 谢谢